欢迎来到政治 我是启耀 马哈迪跟安华的种种恩恩怨怨爱恨情仇 终于要做个了断了 昨天安华就直接讲 我不会撤销对马哈迪的这个敛财论所法 大家法庭上见 这两个人呢 其实你要看他们的恩怨要追溯到很早期 那时候1998年的时候 安华那时候还是副首相 而且还是兼财政部长 两个人其实是非常麻吉的 在两个人以前呢 是巫统最善要的两颗心 他们曾经联手一起把当时候的巫统老大 就是登顾拉扎利斗下去 然后从1993年一直到1998年 这个马哈迪是首相 这个安华呢 一直是他的副首相 然后呢 其实一度传出呢 安华很可能是这个马哈迪的这个接班人 但是呢 可能是马哈迪觉得安华功高盖主 在1998年的时候呢 他就用他自己在巫统的影响力把安华所割除了 OK把安华踢出这个巫统 那安华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呢 马上就策划了烈火莫西行动 成立了公正党 扬言就是要烧起这个反风 要对抗马哈迪跟现在的这个政府了 OK 其实这股反风是成功的吹起来了 直到 莫名其妙的安华呢 突然就跟他的司机呢 涉及这个钢交案 然后呢 就这样子被判入狱啊 判了9年 OK 9年的牢狱之灾 但是啊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呢 这个法庭就该 啊 推翻了这一个判决 然后是判他无罪释放的 但是 他就在这边牺牲了几年的时间了 OK 所以 这个安华呢 他过后是成功的参与了2008年 以及2013年的两届大选 他都是成为这个反对党的领袖了 而其实2008年 2013年 这两次的大选对反对党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虽然他们没有坐上这个执政党 没有改朝换代 但是 他们成功重创了当时候的国阵 让他们失去三分之二的这个支持 其中一个非常受创的就是马华啦 OK 马华就是从那一个时候呢 开始节节败退 OK 当你以为呢 安华应该是可以把这个马哈迪兜下去的时候呢 诶 又莫名其妙啊 安华突然间又被涉及呢 所谓性侵他的这个很难助理 然后呢 他就这样子 2014年的时候呢 他就被控嘛 但是其实2014年哦 是没有事的哦 法庭是判了五罪的 结果一直上诉到联邦法院的时候呢 联邦法院是判安华有罪 而且要立即服刑五年 所以安华就这样子失去了 他下一任的资格就进去坐牢 所以这一做呢 就做到了下一次的大选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2018年的大选 当时候呢 莫名其妙的这个马哈迪反而来到这个安华的阵营反对党这边呢 带领大家跟着这个行动党啊 跟着陈信党全部联手打败了这个国阵上到台 在那个时候呢 元首就特赦安华嘛 对吗 所以大家就觉得哇 两个人斗了那么久 这次安华终于要跟马哈迪联手了 对不对 终于要握手言和了 因为传出来讲 马哈迪也答应说 这个东西做了两年过后就要把位置让给安华嘛 没有想到这一点竟然是计划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马哈迪没有想要退位 不管安华怎么让他都好 讲给马哈迪多点时间 他是一个守城性的人等等的 No 他就是不鸟你 他就是继续做他的大位 所以搞到最后呢 西莱登政变发生了 然后过后呢 这个阿兹敏反而捅了这个 阿兹敏政府一到 然后呢国盟上台了 然后一直演变到 现在风水轮流转 终于终于给安华 做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首相职位 而这一次呢 他跟马哈迪这个奴章剑拔 终于是第一次要正面脚锋 我们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这是安华跟马哈迪 谁会赢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安华应该是稳 这个胜券在握嘛 因为他是首相耶 而且你要找出 马哈迪有点财之说 可能他在他上任期间呢 各种的这个合同 颁给他的孩子 我相信这种数据 你可能会觉得 应该是蛮容易找啊 对吗 各种报道的有报过 而且就算是这个频道 有时候也有提及过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你要判 说这个马哈迪 他真的是有颁合约给他的孩子 你需要一个直接的证明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只是证明了 马哈迪在位的时候 有合约办给他的孩子 并不足以论证说 马哈迪就直接 有办合约给他的孩子 他可能是一个巧合 还有可能他就会 以一些理由 比方讲 我的儿子的公司 就是有能力啊 等等的方法 去掩饰这一些 OK 所以你要找出一个 实际的证据说 马哈迪真的 有签过一份东西 把这东西给他的儿子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考工夫的 第二个 其实还是我觉得最担心的 就是不管安华到最后 在法庭提出 怎样有利的这个证据都好呢 最后一定会迎来 马哈迪的一招 就是耍赖 就是冤枉了 现在呢 做了这个政府呢 就政治破坏哦 你看哦 一个90多岁的老人呢 还要被他们这样对付 等等的 虽然马来人是 早就对这位老人家 没有什么感觉了啦 OK 他要怎样就随便他啦 但是 马哈迪就会成为 安华或整个团结政府 一个很难缠 很难搞的一个角色 因为他就像是 你知道吗 你越打他 他越吵 你就觉得越烦 OK 但是你没有去吵他 他又会一直来吵你 这是一个 很难缠 很难搞的一个 角色啦 这是他 本性使然 你看昨天推特上 没有人去讲什么 他就自言自语 讲一大堆东西 就是 一直要 而这个 会不会也帮助到 契合到国盟 他们一直提及的那一种 什么 政治迫害之论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安华到这一步 OK 马哈迪叫他撤回这个言论 安华是不能再退咬的 你堂堂一国之军 首相 你讲这东西 人家挑战你拿出证据 你要我拿就拿咯 你还怕一个首相 你还怕的部门没有所谓的证据数据 不可能 所以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而我个人觉得 私心觉得 也是时候让马哈迪知道 他的底线应该设在哪里 不应该再得寸进尺的 如果再退一步 他真的是以后口无证了 什么都敢讲的 所以我个人是支持安华 这次去治马哈迪的罪了 不过 我觉得 这一个老皇上 那么久的太上皇 你要一朝一夕 把他定罪 让他首相 是很难的 他一定还有很多后招 各种各样的政治司马会上演 那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里是爱要闲聊 政治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华跟马哈迪的爱恨请求 以及将事情演变到现在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定他的罪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是齐耀 拜拜